订阅关心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平常讲我们求生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 你真的不一定要往生净土 你想一想是不是 你真的没有准备好 那很多人都是被强迫的 比如说撞了一下身体烂掉了 剩下一口气 或者真的病奄奄的 内脏也都烂掉了 剩下一口气 那是没办法 那是没办法 祝他疼在那里 他在那里是又痛苦又没力量又害怕 看到出家法师看到上师 看到出家人看到居士法友 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安慰 好像这有宗教色彩的人来 自己比较有安慰 好像有一点保佑有一点加分 再跟他用佛法开导 确实能安慰他的心 但是自己求生净土的那种出离心 有生起来吗 大部分都没有 你们自己 大家自己检视一下 大家真的死到临头的时候 他有万万千千的无奈和恐惧 忧不 他会觉得我完全没准备好 可是再看看自身 真的是没办法 这个地球上最顶尖的医疗技术和医药 都没有办法再给我延一点时间 我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那怎么办 台湾话说 阿博比安座 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要他念佛 他念佛 这时候你要他持咒 他持咒 为什么 就好像这个人都不会游泳 或者手脚都断掉了 又被人家丢到海里 这个时候有一个救生圈 或者有一块木板 他就抓 是不是 他能够觉得有一点安全 有一点依靠 他就这么做 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的审查自己 自己处理这种三界六道的心 是否那么强烈而坚定 还是你真的常常在自欺欺人 做表象修行 表象修行一无是处 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生死大观来的时候 完全考试不及格 有的时候还零分 甚至有修行几十年的人 或者甚至乃至于是出家人 临命中的时候手忙脚乱 千万个不愿意 忧愁烦恼 还有临命中现颠倒的 大有人在 生出幻觉 恶境阴境现前 看到鬼了 看到死去的亲友了 那怎么不像这个净土经典讲的 临命中时 正念现前 心不颠倒 还有那 志心信乐的人 心里都已经立志 绝对 往生西方籍的净土 就像这个 密宗的祖师 大圆满的祖师 龙亲八尊者 他在 进入死亡的时候 那如同一篇美丽的篇章一般 他歌颂着他的上师 莲花生大事 他想要自己的心 马上要融入上师的心 那种喜悦万般的情境 这样子到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或者往生到上师的净土去 近代很少见 我们到场有 我们几年前 我们到场有一位 居士法友 他舍抱的时候 由于重病 在家里 是很不舒服的 家里也不是佛教家庭 很多事都没给他准备好 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 是有一点 那个场景有一点尴尬 有一点难过的 但是呢 在他断气前 他笑了 见到 佛来接引 笑了 笑了以后才走的 走了以后 七天托梦给他的家人 是要同修放心 他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到场有 这样的人有 像这么典型往生的人 但是一般人呢 你没有真修实行 临命中的时候 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 那真的 这是靠佛主保佑了 所以同修平常 你要好好检视自己的修行 不要拿自己的慧命开玩笑 也不要轻忽 这个环节也轻忽 那个环节也轻忽 很多环节都轻忽 都修得不扎实 串联起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过患 这过患足以障碍你的解脱 会让你进入下一次的轮回 你看这个多冤枉 多划不来 你看到这个狮子 你看到这个狮子要 捕这个猎物的时候 捕一只兔子 捕一只比他还小 绝对就是没有办法 跟他批敌的这个猎物的时候 你看到狮子那个姿势是怎么样 这个不难收 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 去看这种杀戮的场景 我是拿这个做比喻 那狮子在捕一只兔子的时候 他那个姿势 他那种状态是全力以赴 你就是说你现在要学佛修行 了生托死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没有全力以赴 相当重要 你说你连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佛堂 一个坛城 你都设不起来 你家电视这么大一台 你家枕头这么大一个 你家酒柜那么大一个 你说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自信信乐 怎么你连自己都说不过去了 谁相信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同修应该 好好的审视自己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开启小铛 咯 咯 目